Hello 大家好 我是張老師 這是一個女孩子的命盤 華國人 老師最近在研究這些國外的 朋友 八字結構 我發現很奇怪 他們 他們 很容易出現正觀氣殺 在黏住 尤其黏住 代表怎樣 找熟 那這位小姐是要問一下 她的 感情 一看一看 桃花滿名 真的桃花滿滿 躲躲開 所以要小心 你的桃花如果落點 不是那麼恰當的話 很容易我常講的桃花結 桃花煞 還有桃花桑 這個還好 她兩個桃花結不那麼重 她有一個桃花桑 有一個桃花桑 她的很嚴重很嚴重的桃花桑 那老師跟她講一下說 你是不錯 但是 很多東西 你請跟捨很重要 你不可能手上又要擁有這一塊餅 然後你把它吃了以後 你希望吃掉它 然後又希望擁有這塊餅 沒有 第一個擁有這塊餅 第二個吃了它 也就是說擁有 跟把它吃到肚子 你們兩個要選一個 你不可能一方面希望 你肚子可以很薄 手上又有一塊餅 在講什麼 講這個 你一方面希望有一個很好的老公 一方面你就希望外面有一個情人能呵護你 這叫觀煞 複雜 觀煞我們在講什麼 講你的感情太複雜了 如果今天複雜是因為你周遭朋友給你還好 常常是你自己心馬意願 有沒有 你自己要這樣又這樣 你的又長得漂亮 有沒有 又漂亮 不要忘了喔 一山還有一山高 高手在民間 一定要注意 高手在民間 從這個命盤來看的話 2016 2017 非常對你不好 2018比2017 2016 2019 2020不好 所以網絡這兩年你會很辛苦 到 2021就不錯了 2022 2023有機會 2022 2023有機會結合 2024開始 2024 2025 2026 2027 這四年 你的人生會非常非常好 所以也不一定要急著太早結婚 如果你是在 2023的話 這個是正觀 2021的話 這個是 七上 當然最好的話 到2024開始 2024 2025 2027 四年 四年非常好 有時候你們會問老師 老師啊 他說我們什麼時候結婚就一定要什麼時候結婚 不是啦 比如說下雨天你要出門去辦你的事情 如果你沒有開車 你要用走路 你不是穿雨衣就是打衣扇嘛 你不要說台北決議那個特例那個在地下倒走 你不算 你一定要把身體淋絲嘛 如果你知道出地外面會淋絲 你一定要心理準備了 穿雨衣要打衣扇 零四的機率就要減到最低嘛 那老師會跟你講 2024 就不會碰到下雨 2022 2023 會有一點雨嘛 你硬要出門也是可以 你只要心裡有個疲 我這兩年 結婚 有一點風雨 如果兩年後再結婚 可能就沒有這些風風雨 就這樣而已 不是說一定要跟你講幾年你一定要結婚不結婚就講不會怎樣 不會怎樣 因為人的適應性很強 人的適應性很強 我們今天是就事論事 就事論事 有沒有 就這個東西來論這個東西 而且這位小姐晚年 48歲以後 她命中是有兩個兒子 晚年的時候會為她的兒子的事操得很累 而且 晚景不是那麼好 晚景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有勸她說 趁妳現在才年輕 財務規劃要好一點 不然晚年45歲 48歲以後 你可能 為了 為了女兒子的事在操縱DF 你可能前的問題 前的問題會發生很嚴重的問題 而且妳有傷關 很容易離婚 很容易離婚 特別注意 當然這是大概20年後會發生的事 反正妳在心裡有一個 有一個心理準備 然後利用這20年的時間 把自己的暴力之氣 不祥和的東西 把它磨滅掉 妳還是可以把這個命改變一下 我還講 8日 只是給妳一個參考的係數 不是給妳一個定數 她只跟妳講 將來狀況可能會怎樣 這個是可以預防跟避免的 好 今天老師就講到這裡 有什麼不同的意見 我要妳來跟老師分享 幫妳來跟老師分享 還有有事多做善事 多記得 好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